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告得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這幾天我們看到臺灣掀起了一陣熱潮 叫做黃仁勳的旋風 回答NVIDIA 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 CEO黃仁勳 上個禮拜回到臺灣 不但找到了張忠謀林百里吃飯逛夜市 還到了大巨蛋去開球 去臺大演講 值得注意的是 他滔滔不絕地念著臺灣有多好多棒 臺灣是輝達夥伴的家 臺灣是個重要的國家等等 這下子中國的小粉紅可就不高興 他們喊話要抵制輝達 你做你賣 你要輝達還不賣給你 因為美國還禁止輝達 把他們的晶片賣給你 所以他們突然間發現 連要買都買不到還抵制個什麼東西啊 尤其黃仁勳 他講的這些話去夜市 也讓很多的餐廳很緊張 為什麼三個人 他們的身家財產加起來超過四兆台幣 你要黃仁達 林百里還有加上莫里斯張 你想三個人加起來四兆 結果他們去吃夜市 說告訴我們 你有錢 難道不可以去夜市吃嗎 所以你是立委 你是議員 難道你就不可以去夜市嗎 還有你是有錢人 難道就不可以去夜市走一走嗎 所以這下子掀起了大家一陣的熱潮 所以有錢也可以坐公車 也可以坐捷運啊 因為張忠謀曾經坐捷運 被高中生拍到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一些 到底在臺灣會宣起怎麼樣一個旋風 也讓我們對於有錢跟生活 跟撫養我們長大的土地 是怎麼樣的連結 大家看到了 另外我們看到了 花東交通建設三法 國民黨 好像沒飛車走一走 因為國民黨的總召富君旗 他週末放話說什麼 他說一定要在七月十六日要通過 當然民進黨非常反對 國民黨也有不同的聲音出來了 國民黨不想修憲的 這件事情跟這個會不會有連結 還有不想修憲又想廢考間 這怎麼一回事 要廢考間內部又有不一樣的聲音 又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國民黨他們說 那我們解決辦法是 凍結考間兩院的預算 這有沒有違憲 你凍結了考間兩院的預算 讓他們連什麼都不能做的時候 我想搞不好大法官也會出手 也不一定 相關的議題值得大家來探討 現在我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二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李昆誠 昆誠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的財經專家徐清王 清王 永哥好 大家好 我們立委員 榮譽顧問 陳柏惟 三Q 大家好 三Q 時事評論員 溫朗東 朗東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政治學博士王智勝 智勝 榮哥好 大家好 黃仁勳 黃仁勳秀出了臺灣地圖說 揮答一切就是從這裡開始 我看的是很感動 其實我打過很多電腦的官司 如果三十年前很多電腦廠商 都認識許國勇 我那時候打很多電腦 電腦的官司 有興趣去找一找 我還打敗過英特爾 我在這裡又公開講 我打敗過英特爾 我在開庭的時候 真的是那個輝煌的歷史 不太想講了 因為我現在被人家跑 被人家抓來 搞政治 搞到現在 當時如果不要搞政治 我那時候多拽 但是今天我幾個朋友 寫個簡訊告訴我的說 永哥 你當時當律師 那麼多的這些科技公司 官司都你打的 什麼Pure Tech 這些 E-Tech 哎呀 太可惜了 我也覺得好可惜喔 不然我現在想去逛夜市 來我看個相關報導 會答執行長黃仁勳 小跑步出場 現場歡聲雷動 他週日晚間 以開啟產業革命的全新時代 為主題發表演講 一個人足足講了兩個小時 今天我們有很多要填 所以我不能走 我必須跑 我們有很多要填 我有很多要填 暗示台灣在發展AI產業的道路上 不能走 要跑起來 跑在世界最前端 黃仁勳經距連連 還秀出台灣地圖 把43家台廠供應鏈名單 全部列出 我非常愉快在台灣 台灣就是 我們的伴藏相關的伴隆 這實際上 在所有的事情 NVIDIA 開始 而我們的伴隆 自得gem 從人當地 台灣 和我們的伴隆 都完成了 世界貴的AI 一句谢谢台湾让台股气势如红 AI股强势大涨一整排红通通 辉达秀的43家供应商就有40档涨翻天 12档攻上涨停 不少网友笑说黄仁勋爆名牌 老黄概念股曝光 谢谢黄爸爸根本就是最强投股 而大盘指数中场收赞21536点 大涨362点 成交量4333亿 华人勋大秀鸿海的AI机器人工厂 包括台达电合硕伪创等AI自动化工厂 也让台厂供应链后续行情看涨 那我觉得有趣的是 三个升降4亿4兆不是4亿 4兆的三个人去逛夜市 所以你就知道说 有济南逛夜市 那我们逛夜市不是跟他们同一等级吗 所以大家来讲说 我们有时间来去逛夜市 也可以坐坐公车 坐坐捷运 因为张忠谋就坐捷运 他还坐那个驱间车的通勤的火车 从台北到新竹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 很多东西大家开始在思考 黄仁勋演讲 速发部部长也抢着听 黄晏兰说一定会有密切合作 黄仁勋到底是谁 大学生不满说 为何把他明星化 反背酸你无知 因为网友说 可以天真不能无知 你今天眼睛看到的高质感 画面 电影 动画 AI 晶片 都来自于他 网友说 他是喊着台湾是一个国家 让中国一身 破衣四身都不敢放的男人 网友说 台湾的骄傲 资产比中国首富还要高 黄仁勋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国家 小粉龙崩溃 控台独分子 却不敢抵制 这个蛮有趣的 控他是台独分子 他是吗 他是不是台独分子 不知道 但是不认识黄仁勋的大学生 这个在台湾可能是比较稀奇 而且他那个 那个人发的文章 这两天被大家认为说 这个反串的几率比较高 反串 中国反串的 黄仁勋现在红又不是纪念台 黄仁勋这几年 一直是台湾大学生心目中的偶像 为什么 因为他除了是这个世界财富排名 在前十名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现在是带领着全世界 往下一个世代 AI世代在走 而这个下一个AI世代 注意我们新的经济部长郭智慧 跟大家怎么讲 说AI 台湾在这边如果扎根 够的话 可以让台湾更吃五十年 重不重要 很重要嘛 所以黄仁勋的角色 当然重要 然后来看 黄仁勋等于说 这一次我们看他的公开活动里面 有两件事情引起大家讨论 第一个是黄仁勋呢 他说他的一切从哪里开始 从台湾开始 那这句话 这句话 我跟大家解释 你们先看这个图 他说从台湾开始 这过不过分 不过分 那你一定会觉得说 为什么他明明是到美国去念书 在美国创业 那为什么说他一切在台湾开始 来 我们告诉大家 他是一九九三年的时候 黄仁勋在美国创业 没有错 开NVIDIA 但是黄仁勋当时呢 面对到有很多大的对手 黄仁勋要做显卡 显示卡 他遇到大的对手 比如说像这个 英特尔 这也是大家的对手 那黄仁勋呢 他的大的门槛 跟挑战在哪里呢 是英特尔自己有做晶圆制造的部门 那当时黄仁勋是没有的 他是一家IC设计公司 而且创业才一年两年的时间 那你要想说 他要做他的产品 请问哪一家晶圆制造公司 在当时一九九五年的时候 愿意帮他做 很困难嘛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黄仁勋在一九九五年的时候 写信给台积电 写信给张仲某 那黄仁勋想说 我创业两年的公司 他如果不回我也刚刚好而已 其实那时候张仲某 那时候在台积电 我讲个实在话 那时候台积电在全世界 在做晶片的这个厂 其实也不是很大 相当英特尔才是真的 还有比特尔等等 那个生产线 不得了 但是台积电后来 他们就是完全以代工为主要 他不做自己的brand 所以大家相信他 所以他越来越茁壮 对 刚刚主持人讲这一段 我再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当时在一九九五年的时候 台积电其实创办的时间 也不到十年的时间 所以在晶圆的本业 台积电其实前面也是希望什么呢 张仲某一开始也是比如说去拜托 英特尔给他订单 拜托谁给他订单 让我做做看 那我只做晶圆这一项 我不跟你们做其他的 所以他在晶圆代工要走出差异化出来 可是你就想一件事 台积电也没有有钱到 就是说你来拜托 我就直接帮你开一条产线 帮你做晶片 这倒是真的 因为当时 英特尔自己有生产线 自己有设计 所以从二八六 三八六 我在讲二八六 三八六 很多年轻人听不懂 那时候的CPU 从二八六 三八六 开始后来到pending 然后pending出来以后 pending 33 pending 66 pending 100 133 166 200 这样一直出来 一直到450以后就改回晒阳 然后开始各式各样出来 我如果想要再做 你知道吗 不能忘记 我刚刚开场讲了一句话 在pending 二八六 三八六 时代 我就帮一些科技公司打官司 然后对英特尔打官司 我那时候还曾经代表PureTech 因为现在已经太久了 三十几年 我代表PureTech 打败英特尔 在臺灣的就是我 那个时候 是说我如果继续走 继续走这个科技 这个电脑这条路 我现在就不会坐在这里 然后我们继续讲 所以你就想一下 在一九九五年的时候 当时对台积电来讲 跟现在其实也不一样 他等于要帮黄仁勋 开一条线 要去做他的这个晶片 其实他有相当的风险 结果呢 后来张忠谋自己打电话 到了这个NVIDIA 打到美国去 你知道那时候NVIDIA 才创办两年的公司 人其实没有那么多 就打来的时候 你知道现场 这个黄仁勋 跟大家讲说 这个是这个Morris 然后是台积电的电话 旁边的人听得到 哇 台积电真的假的 结果你知道那个黄仁勋还要跟大家讲 小声一点 你要说电话 然后他跟张忠谋连上线之后 他这个NVIDIA 开始做自己的产品 而且越做越顺手 每年有台积电的资源 这件事情 我请问你 他讲说从台湾开始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吗 所以你知道他讲他从台湾 开始这件事情 一点都不夸张 到后来黄仁勋跟那个张忠谋之间 两边私交还变得非常的好 比如说张忠谋还有到这个黄仁勋家里面去 当时黄仁勋家 黄仁勋的小朋友才九岁的时候 你知道张忠谋去 他跟小朋友 他听小朋友讲话嘛 你知道他听小朋友讲话的时候呢 因为你如果看过张忠谋的长相 你去认真看的话 张忠谋其实眼睛比较小 笑起来的时候咪咪的 有小孩子听他讲话 听一听的时候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来听我讲话 你是不是睡着了 然后张忠谋还会跟他说 我很认真的一直在听你讲话 所以你就知道两家的私交很好 所以对黄仁勋来讲 台湾的半导体的发展 台积电的先进制程 跟从成熟制程到先进制程的发展过程 就代表着NVIDIA的产品 一路在进步的过程 所以黄仁勋讲的话 他从台湾开始这句话 对不对 对哦 他讲的是真正的半导体的历史 也是他NVIDIA的历史 然后他把这些公司 他列进去他的合作伙伴们 包括伪创 包括成功大学 他列了很多家 这些呢 都是黄仁勋认为 这过程中跟他一路打拼过来的 为什么 因为除了他的显示卡 要晶片之外 他后来的伺服器需不需要组装 要组装 帮他做组装的 然后帮他做伺服器的相关的业务的 有包括广达在内 然后也有包括这个 像那个红海旗下的工业复联在内 这些都是跟他有关系的 所以黄仁勋是很认真的 告诉大家一大段NVIDIA 跟台湾半导体的历史 同时暗示你 也明示你告诉说 这个AI对于台湾来讲 很重要 对世界来讲更重要 所以这是黄仁勋讲的话 所以这里面的第二张给各位看的图 这是黄仁勋呢 在这个我们讲说 在这个公开活动里面 第二张图 这张图让大家吓一跳 为什么呢 来你看 这张图里面呢 他标出了绿色的部分 跟灰色的部分 绿色的部分呢 这里面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叫做台积电 因为现在黄仁勋 只要是公开场合的演讲里面 几乎都会带到台湾 然后绿色的部分是台湾 所有的台湾 然后所以呢 这绿色部分有台湾 但偏偏绿色的部分 没有中国在里面 所以刚刚前面主持人讲说 这个让小粉红看到崩溃了 其实这张图 因为这张图里面 其实意义非常多 第一个 他是某种程度象征 告诉你说绿色的部分 因为绿色是灰达的代表色 所以得说告诉你灰达的产品 能够正常买卖的部分 就是在绿色这些国家 而且这张图 很多小粉红也会崩溃 因为这张图并没有把亚洲 中国放在中间 然后所以看到这边是非洲 这边是亚洲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的话 中国又要崩溃 因为他是中国 要在中间怎么到旁边去 这个才是个问题 对 所以就是这张图 让小粉红看了觉得很感冒 觉得你里面怎么可以 没有把中国放进去 放中间 可是你知道事实就是 很多NVIDIA产品 是不能卖到中国去的 他就不是一个NVIDIA 完全销售的国家 他就是被美国技术封锁的国家 所以这上面的意思 黄文勋列出来 当然有他的道理 所以我只想说一个黄文勋 讲的小故事 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是因为黄文勋的演讲 其实大家在听的时候 都听得非常热血澎湃 所以他说 比如说他讲说 他是台湾的大使 然后他去讲说 他是这个对于台湾来讲 有非常多他个人的情感 连结在里面 可是黄文勋提到台湾的时候 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是什么呢 刚刚前面勇哥讲到说 黄文勋去逛夜市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大家大老板都会逛夜市 但黄文勋是在台南的时候 因为他爸爸带他去的时候 就是会跑市场 比如说跑台南的那个圆环啊 去吃罗比达啊 那他他脸上的刀疤 其实是那个路边的谈犯 在洗刀子都不小心 从他脸上 但他还是很喜欢去这些地方 那他为什么会举这个例子呢 他是提到 就是说他有一次去这个 他自己也在讲 他去通话街夜市的时候 看到那边呢 就是有一个水果阿姨呢 这个在那边卖水果 他觉得他的切工越来越好 然后觉得他东西卖的是越来越好吃 然后最重要是 他为什么要提这一句话 当他讲这一段故事的时候 记者在听他讲的时候呢 他其实讲一个很重要的点 他说我喜欢看他成功 我喜欢看他成功 也就是说 黄文勋认为他的成功是来自于有很多的帮忙之下 他才能够成功 所以他现在跟台湾的供应链之间 大家的相互合作 带动着与台湾的供应链 一起在AI这条路上成功 这个是他讲这段话的时候 让很多人引起共鸣的原因 其实大家讲那个切水果阿姨目的就在讲说 他喜欢 希望看到别人成功 其实别人成功就是你的成功 这才是人类进步最主要的原动力 所以大家了解这句话的意思 不过在这里看到黄文勋 他很嗨 他喊说永远投资台湾 坐上边挤满AI供应链 全部都在 看到九十二岁的张忠谋 首次逛夜市 因为黄仁勋带入 粉丝求合照 来者不拒 超清明 其实我相信张忠谋不是不想逛夜市 实在是他太忙了 他台北 美国这样子全世界到处在跑 真的很忙很累 你知道他创业是极困难的 黄仁勋大巨蛋开球 将近三万人 创中职史上最多 黄仁勋大巨蛋完美开球 国语台语英语三语 致辞说台湾是辉达伙伴的家 因为他是在台南长大的 所以蛮快乐的一个生活 在他童年 那曾经有记者 当然他这次来 在台湾的时候 有记者要访问他 你知道他跟记者讲什么吗 讲台语啦 他跟记者讲讲台语啦 这个蛮有意思的 所以他台语其实讲得也不错 为什么 因为他九岁到美国 如果安德九岁或十岁去美国 可能会忘记台语 他说他台语比说中国人比较好 对 我为什么让他知道 因为我是学特殊教育的 在儿童心理学里面 十岁是语言 当然我讲一般儿童 如果天才儿童例外 十岁是一般儿童语言定型最重要的 如果超过十岁 你再移民去美国 他十岁以前在台湾讲台语的话 这台语他永远不会忘记 我让大家知道 所以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小朋友 一二年级的时候 还可以用三字经台语 很厉害的 等到十八岁二十岁回到台湾 一句台语都没有 都忘光了 一句都不会讲 为什么 因为他被带回巴西的时候 只有七岁 如果他十岁再被带走 他的台语永远就存在脑子里 这是为什么 因为黄文勋他是 我相信他是个 talent 他是个天才 所以一般来讲是十岁未定型 他可能九岁就定型 因为他是个 talent 所以黄文勋讲中文讲最好 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他写了一大段话 然后让AI用他的声音 把他念出来 然后那一段是黄文勋讲中文讲 最多讲最完整的 所以我让大家知道 为什么 因为在台南一般都会讲台语 小朋友在学校都讲台语 除了上课的时候会讲国语以外 我让大家知道 因为我是学特殊教育 我在小学教书 我教以前叫企致班 现在叫支援班 所以这个我是内行 不过从这里来讲 蛮有意思的 所以朗东 咱们来看这次的黄文勋的 这个旋风 来 黄文勋 他說偉大不在于高智商 很多人都在讲说 他是不是在酸克文哲 但是因为克文哲 我们已经分析过 他智商也没有真的那么高 克文哲的智商 绝对没有157 我今天负责任在这里讲 因为我学特殊教育 我做过几百个小朋友的自力测验 我知道他不可能157 有机会 我再讲一次给大家听 来 你先讲 所以黄文勋在年初演讲中 也有提到 其实他旁边这些工作人 还有这些科技公司 每一个都是天才 每一个都很聪明 但是有些人能够成功成为 这个非凡的人物 有些人就不行 差别是在哪里呢 所以黄文勋就讲到说 他过程当中创业 是有很多痛苦跟艰辛的 他并不是说 每一刻都非常的快乐 所以他说大家去说 年轻人是追求兴趣去做事 做事有热情的事 可是你有热情的事 过程中是很辛苦 像勇哥也提到 你如果就在这个律师 这个行业 有可能会发财 可是因为你加入了 守护台湾这个行业 现在才有机会让台湾成为了整个半导体 一个产业的一个重镇 没有被中国买走 要是全部让中国国民党这些人 什么只光行动下来 把这个台积电给买走的话 哪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在台湾成为世界中心呢 所以做政治也很重要 只是说你守护台湾 就钱是别人在赚 谢谢你安慰我 对 钱是别人赚 这个就没办法了 你看黄文勋 他去台大那边演讲 结果红海的刘洋伟 然后包含的是说 广达的零百里都去现场去听 就表示对这个产业非常的重视 目前这个NVIDIA这个挥达 他在世界上市值 已经从第四名升到世界第三 很快就会到第二名 就把苹果给他拉下来 然后距离第一名的微软 也是非常的接近 所以现在有人就说是台裔美籍的 这个首富 那他这一次在台北的电脑展上面 重新云集 AMD的人也来 Intel的人也来 大家都把全世界的胶底 就放在台湾身上的时候 黄仁俊就讲出了一句话 台湾是非常重要的国家 这句话一讲出来之后 你知道在中国微博上面 那些小粉红都崩溃了 然后现在这种混乱当中 到底要不要抵制 有些人就说他就不怕抵制 然后就说这个Pinker Pinker就是小粉红 Pinker不声讨吗 然后接下来有人说 那我要抵制 其实他就讲说你要抵制 没关系 把你的显卡寄给我 我帮你把它销毁 意思就是说 那你显卡就给我自己用 很多人都讲的是说 其实中国自己也知道 这些你要去抵制 NVIDIA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 因为它在这个检卡领域里面的话 是具有非常领先 跟这强大的一个地位 最后 这边我帮长中补充一下 因为美国对中国寄出了 技术的禁令 对不对 所以中国的显卡 在过去五年内 价格是越来越贵 所以你现在买后天卖 或是下个月卖 价格会更贵 所以这不是抵制的问题 你现在就要销毁 他可能舍不得销毁 他现在有点留下来 宁可再过几个月再卖掉 他买都买不到了 对嘛 所以有些人就 小粉红就讲说 黄仁勋没办法 他是美国人 美国家讲什么讲什么 还有人就说 他本来就是做独立显卡的 所以本来就会搞独立 这件事情也很正常 就是讲一些自我安慰支持 但我觉得黄文鑫 秀出来那张图 非常的关键是说 NVIDIA的颜色代表色 十几二十年前 本来就是绿色 所以这跟民进党没有关系 可是这个绿色的世界 包含美国 包含欧洲 日本台湾在内 台湾就在中心 这个绿色是AI的世界 灰色的地方 就俄罗斯跟中国是BI的世界 因为他们就被AI世界 排除在外就很BI 那所以这个你就看得出来说 中国他形成上有多强 然后蓝白阵营就说 我们要跟中国 要拉入关系干嘛的 结果我们跟中国 保持距离之后 我们离世界中心更近 离世界的潮流AI更近 如果当初依许马英九的路线 从紫光这样的一个 去收购台积电 一路到福帽货帽 让我们半导体产业被买的话 我们最后只剩下 中资的一条龙在台湾 这样就只有 真的是非常BI了 所以看到了 黄仁迅他讲说 预测台风会更准确 黄仁迅演讲大谈 这个技术合作气象鼠 哪个技术 他宣布推出了地球 气候数位暖身影片 还介绍了这个气候暖身影片的云端平台 未来更精准预测气候 用这些模型预测台风登陆的地点 所以你看看 黄仁迅在台大演讲中间 点名 辉达合作的伙伴 包含四十余党 台湾供应链 以及十七所大学 黄仁迅世界布局 没有涵盖中国 所以大家正在看的时候 蛮有意思的 怎么一回事 大家看看 这里 这个是中国 没有涵盖中国 这个才是美国 欧洲 所以蛮有意思的 我在看这个图 中国是没有在中间的 是被边缘的 那看看这一点 好小的一点 这一点是绿色的 这一点是台湾 所以大家看到了 就可以了解 所以 thank you 怎么来看呢 你有看到其实已经 讀到有一个社会 香港跟欧盟没有外交 你认为台湾 有选一个团体 在这里 香港跟欧盟 这地方有个月暗的 再来你看暗的所在 其实就是什么 其实就是中国的一带一路 因为想要影响的国家 就是那两条线 向下为非洲 向上为世纳 当欧 所以其实这个地图 就是什么 就是自由世界 跟共产世界的差别 所以你看这个是俄罗斯 这个是俄罗斯 欧洲 这个是俄罗斯 然后这个是欧洲 这个是欧洲 这个是 再来 就是这里是 美加澳 然后这个是 美加墨 对对对 这个是加拿大 美国在这里 那这个是南美洲 整个 如果要说黄仁勋 NVIDIA 我听到说 点半斤 别人都不能出嘴 但是因为时间不够长 我们先对一点来说就好 不然你以为他的皮衣 他的台语 他在台南大 甚至有人说 他们买中国浙江人 有的 无的 奇怪怪的事情 大堆 如果说台湾 线实世界 在发展的 过程 包括NVIDIA 要怎么滑起 我相信 六亿进程 大家来宾 说有多少 怕是 那比 节目里面更精彩 比精彩 比精彩 不然说中国就好了 说中国就好 中国啊 其实中国这两个 一直都有自由意志的浮动标准 哪好的都中国 哪好的都别人 去年二三年的时尊 全世界 全阿州 上海担任的企业 第一名叫做中国台积电 在中国的这个国家的调查 他说第二名到九名 都中国企业 第一名 战施台积电 不可以 跟中国台积电 这就是中国人了 阿Q 阿Q 以前在打电动 我们有一个叫做英雄联盟 台湾也拿过一次世界冠军 结果在十年后 十几年后的战施 中国人说 那是第一次的全华班 意思就是 全中国人贏的 这就是自由的浮动标准 他就对他好的时候都说他 如果对他不好的时候都别人 我们在背的那个 雕台时有一个叫做 漢曼蒙会帐 有没有 大家说到漫 到蒙的时候 大家头脑都脑脑 那不是漢林啊 而且那个人贏的 问是中国去用共贵 是去给买 去给买车 交贵 那呗 陈吉思汗 他就说没有 那时候叫做蒙 蒙古朝 那个叫做铁木针 陈吉思汗 铁木针就是陈吉思汗 同一个 然后再来最主要是忽必烈 所以蒙古人怎么讲 蒙古共和国说 对不起 我们从来不是你中国的一部分 而是我们蒙古 共和国曾经统治过中国三十八年 你们自己自称为元朝 对 所以中国去给原调 埋国的事实 他实际埋国的 埋到没拨 埋国的时候说 没有我们的雕台五岁一张 所以中国 回去阿Q的精神 就去给黄仁勋一枝砍破的 是什么 中国其实不叫中国 叫钱国 他不是人在做钱 是钱在做人 善好就对善行 所以你如果做领德林 他觉得不懂得说 精准脱贫 后来发言说那个贫 习近平的贫 他们登记以来这几十年 发言一件大事说 好 以前都当做政治 他不会影响经济 现在要用经济来影响经济 就是说 不然我用买的 我来买其他的国家 买一带一路 帮你去建设 买台湾的材压董 让他们抵抗共产党发生 所以他就一世纪买 但是要把这个故事 有清楚跟大家说一件事 就是政治的影响经济 经济不一定可以翻头影响经济 这个土其实就是 自由民主的国家 对抗共产党材的国家 其实一句话就说完 这个土 所以NVIDIA所有可以自由 某些社材的 法庚的形式 就是这个地土所代表的意义 中国还有一点要打到 第一黄仁蜀有钱 第二黄仁蜀说 台湾是一个国家 第三是中国可以没有显卡 中国怎么可以没有NVIDIA 没有数孔Q孔 中国没法度 秋季好过去台湾台湾 他们就有法度二 我们做Q的Q3 他们就有法度二 来现在来 我看NVIDIA 看到有法度二吗 台企业法度二吗 我简单说一个数据 台湾这地方四零九零 限制卡 现在目前五六万算 你很少会抓到 但是他还稍微有费 但是这个中国 一年就是八万几十万 因为里面没材料转 我知道有些香港人 正在带我们转出口 但是现实就是 供不应求 所以他们没材料 黄仁蜀 如果他要准 他没有特贵的 又罚金一大堆 有没有 会这样的就准NVIDIA 来看看我们的价值 看看中国人的价值 中国就是浮动标准的国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